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 《猎王记》下24章10到16节 跟这个25章 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一个 先知耶利米跟犹太人 那个王叫做西底加是不是 我上次好像读错了那个名字 跟这一个约亚经 这个王是叫什么名字 不是不是 他的下面那个王 约亚经对不对 看到第15节 两个不同的王 这个耶利米告诉犹太人说 因为你们印着景象 不听耶和华神的话 所以他要派一个大国叫巴比伦 来消灭耶路撒冷南国 然后圣殿要被回去 我跟诸位今天要分享这个经文的地方 就是当你有了这个背景之后 这个耶利米跟着这一个犹太人 向他们全地的人宣扬说 你们要投降 你敢跟我说这样子一句话吗 你说说看好不好 你们要投降 你看很难说出口的 真的是 所以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怎么样 反对吗 我们一定相信耶和华神 会让圣殿保留住 那上帝耶和华神说 这个城要被毁 这个圣殿也要被毁 请问耶和华神的心情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需要能够明白神的意恋是什么 然后神会借着这个意 我们对他的认知 他会来反射 他对我们要说什么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是要明白 神到底在说什么 他的心境是什么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好吗 请 那时 阿弥陀佛王迪布甲尼萨的军兵 上到耶路撒冷被困承 当他军兵被困承的时候 阿弥陀佛王迪布甲尼萨就亲自来了 由大王约亚金和他母亲成父手里 向他坚定 那时阿弥陀佛王变达了 那时阿弥陀佛王第八年 阿弥陀佛王将耶路撒冷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路撒冷的亲戚都会外 正如耶路撒冷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忠民和忠臣 并所有大能的勇士 共以外人 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得去了 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 没有剩下的 并将约亚金和默默红灰 以后三十七年 四十八一份 终生都属于这样 天佛我们再次感谢你 过去的经文 今天仍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着以色列人 犹太人说的 盼望主 你所赐下的圣灵 今天也借着这一些的经文 来对我们说话 愿意 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 永远有功效 永远有提醒我们 纠正我们 和让我们遵行你话语的 这一个旨意 就在这个圣灵的当中 来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求主怜悯我们 成全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 上面说过了 这个约亚经 这个王投降了 在耶利米书说 如果你投降 耶和华神这么样说 是上个礼拜我们读的 如果你们听话 我就保留你们的性命 如果你们不听话 要去抗拒巴比伦王 我就要让你们被杀 得瘟疫 饥荒 这是上次 上个礼拜 我们读的经文 然后在这个的当中 耶和华神说 投降了 我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是 圣经说出来的 这一个 耶利米的这一个预言 现在陈述了 我们现在回到 刚刚的经文 如果你们愿意听这个话 你现在来看 下面这一章 二十五节对 他怎么样 脱了囚服 终生藏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每天供应他的食物 终生都是这样 我对于这个当中 我跟诸位来分享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请问耶和华神有没有应许 约亚经会被存留下来 有的 是不是 但是他答应的这件事 请问约亚经有没有被关在牢里头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经文 有吗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常常有的一个困扰 就是说 主要你不是应允了吗 你不是这样说了吗 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约亚经可以问说 我怎么会被关在牢里头呢 你不是答应我说 我们留下来 听你的话就没事了 所以第一个的分享就是在这里 当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情是立刻会发生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但有很多的时候 那个应许是发生了 但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 我慢慢再说一次 已经在发生了 因为他保留了性命 他被抓到巴比伦去了 但是他是被关在牢里头的 就跟有一个人叫约瑟 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创世纪 创世纪里面介绍这一个人 用四个字 尽都顺利 他顺利吗 他关在牢里头 十三年了 你知道吗 被这个祖母五线 关在牢里头 人家答应他说 我出国 我出去了 我就让你出去 因为我要跟王说 那个人忘记了 所以他一直在 所以神常常会对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要的是我的时间表 但是他没有出现 他被关起来了 但是这个人有没有活下来 有 有没有给他穿 他该穿的衣服 脱了囚服 请问如果脱了囚服 然后蔡弟兄是国王 我每天在他的面前 穿什么衣服 你们说 至少要陪衬的衣服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他给了他的尊容 只是这个时间表 我跟诸位再说完就结束 就这个时间表不是我们愿意的 神说你不是答应我吗 为什么还没有发生 这就是这种的时间差 在经文圣经里头 有很多的例子 这些人身上都是这样 保罗说他要去到这个 耶路撒冷 把这个奉献送上去 然后跟着他来的这些 亚西亚人的犹太人就控告他说 你亵渎了圣殿 所以就出现问题了 耶和华神跟他说 你要到罗马去做我的见证 他真的是被送到罗马 但是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 读到那个经文是说 耶和华神让这个 有一个人叫菲利斯 在这个西西 凯撒利亚 就是他们的那个神府的地方 关了两年 他还没有去罗马 什么事都没干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被在里关了两年 神的时间表 跟我的时间表不一样 我的时间表就是 现在现在马上马上 我太太在这里 她最清楚了 但是上帝的时间表说 对不起 要等十三年 要再多等两年 他到了罗马 他又被关了几年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人生 就在这一个神的应许的当中 去训练 不是训练 是磨我们的 对他的耐心 神对我们有没有耐心 那我们对神有没有耐心 这个我不能回答了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这就是这种的一种的推断 那今天呢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经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这些人是不是离开了 这一个耶路撒冷 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开始就有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些人就是叫做神的渔民 神的渔民 但是神的渔民是在渔下来的 剩余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些剩余的人 是在什么样子一种羞辱的里面 第一件 耶和华神有没有被羞辱 请问 有没有 圣殿被毁了 投降 是不是 周围的国家都在耻笑 你们的耶和华神是什么神呢 所以耶和华神有没有被羞辱 我们常常读的问题就是 主啊 我就是这个渔民 但是我不想到神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跟神两个都同时被羞辱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当你常常去想到 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 你容易明白他 你可能就容易跟他同行 因为他自己的脸不要了 我再说一次 他不要自己的脸了 耶和华神不要自己的脸 请问我的脸是什么脸 你明白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在极度的愤怒的里面 让这群人能够存留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渔民 请问 在刚刚唱的第二首的当中 我岂可以做花轿 什么 这不是现代人的 常常传扬的信息吗 对不对 今生得好处 来世得永生 圣经上是这样说吗 我想不是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个愚民是在一个羞辱的里面 包括神自己的名都被羞辱的时候 你常常能够体会到他说 他不要脸 我们的脸是什么脸 不用说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他要管教我们 他把自己的身份完全的被人踩在地角下面 让这群人来践踏他的名 因为周围的国家 全部都在耻笑 你们这个神是什么神 你明白我意思 有没有人会笑你的神是什么神 你明白 当你被耻笑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体会的出来 这些经文对你的一点点的刺激了 常常会是这样 你跟这个世界就有一点分开 我就停在这里 两件事 第一个 耶和华神把愚民留下来的时候 他的名是被践踏的 所以他是心痛的 我们会不会体会神的心痛 常常说 我不是一个硬着景象的人 实际上我是 我是 你知道吗 我们学东西啊 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习惯唱歌的方式 很不容易的 因而你能够明白这一些的观念 你就容易在这个经文的当中 认识神的心意去陈述他的 在诗歌当中 我们对他的一些的陈述 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首诗歌 一百零六首 那这首诗歌呢 我们上个礼拜唱过一次 那我们说 刚刚的愚民 是不是这样 愚民留下来了 然后他们盼望什么 救赎解放以色列民 是不是 刚刚我们唱过以马内利 神与我同在 然后 两类的人会对这个事情有认知的 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 当你在认知这个以色列民 以马内利定要降临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我已经跟诸位说了 都以为耶和华神的儿子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 是要做王 所以他们看到他是身在什么 然后穷物将的他们家县的祭祀两只班纠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所以他们看到这一位降临的神的时候 他们不接受他 他们不接受他 然后他死了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而你要知道这些经文的来龙去末的时候 你唱这个歌就带出来另外一种的情态 这个形态就是 你们高兴吧 你们高兴吧 但是你们不高兴 因为降临的这个神不是你们心中想的那个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种歌呢 当你唱歌的人的位置被定下来的时候 唱这个你们要欢心 你们要欢心 说这个话的人是谁 是个先知 他在告诉你们 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欢心啊 你们要欢心 因为圣诞节来了 你的神已经降临了 他们说No No No 你明白这种的情况吗 所以这种歌呢 基本上不是绝对的 相对的都是带着一种的悲叹 你知道吗 我是跟你说话 但你不相信的 因为我们的王怎么会是降在马槽里呢 明白吗 来我们起立 第一节就好 好 来 一马美意恳求降临 救赎解放以撒怜悯 Ambréńsk дети 淡落一帮满赏 是 云静靠三人 再来一次 刚刚讲过那些渔民 他们留在这一个 又发拉底河 伊拉克的现今的这个地方 他们留下来 但是后来回到以色列的 这个尼西米 佛沙伯 什么沙伯 不是 那个先知 那个祭司叫什么名字 还有另外一个 不是 没关系的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回去的人实际上只有五万 他们被掳的人一直在生养众多 他们不愿意 以弗沙伯吗 什么 索罗巴伯 对不起 对不起 索罗巴伯 对不起 大部分的人在伊拉克过了好日子了 所以他们就不回去了 你知道 因而他们从那边留下来的人就全部散落到 以后耶稣来的之后七十年的 祖后七十年被毁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他们是全世界都乱跑 包括中国的哈尔滨 有很多的那里的犹太人的地方 所以他们都在尹尽渴望 但是他们想到的神的形象 跟耶稣的降生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到今天还在拒绝耶和华的 神的儿子的形象 所以这种歌你唱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先知 宣扬对以色列人说 欢欣吧 欢欣吧 他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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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一种状况 第二种的状况是你唱给你自己听的 因为你们都相信 所以你可以唱那种的欢欣 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要看那个听歌的人的对象是什么 好我们来试试 最后一次第一节请 音马美丽恳求降临 靠速解放日杀怜悯 沦落一旁之魔伤心 应尽靠速解放日杀怜悯 欢欣醒 好 请坐 这首歌呢 回去让你继续练 因为有四节 所以每一节的陈述的方式 都可以在你的心思当中 琢磨出来 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表达 我们看一下第六十六首 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 我们就唱副歌就好了 跟诸位说过 这首歌呢 不是一个可怜的歌 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 你的上帝就是很小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 唱这三个字来 有许多 还有呢 我现在 然后再来 但我知 我也知 这首歌不是可怜的歌 但很多人把它唱得很可怜 因为 因为他的神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的神是很可怜的 谁牵我手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好不好 把它背下来 Ready go 有许多 有许多 我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 我现在 过蓝石头 当我知 谁掌管明天 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 谁牵我手 来 有许多 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 不蓝石头 但我知 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 谁牵我手 那前面呢 你怎么唱得多可怜 或者多悲伤 你自己去诠释 但是到了副歌 是一个结论 现今和未来 未来是属乎谁 耶和华神的 所以未来的事 我不能够试透 我知道谁掌管 我也知道谁牵我手 那这首诗歌呢 实际上 我刚刚唱给你们听的时候 我把我的声音 变得比较暗一点 比较出 有许多 有许多 你看 我现在 我现在 不蓝石头 但我知 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 神牵我手 好吧 把这样的一个信念 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说 我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帮助我做 好吗 我们今天的课就停在这里 感谢